这次关于在政治的版图上面 政治的热度上面都在以台北市为主 前面都在跟大家讲的立院龙头之争 又有绿白盒的电话门 罗生门之争 现在这把火烧到了台中跟中央啊 过年就要到了冷冻书后这件事情 含瘦肉精这件事情 到现在还没讲清楚 答案明天就会揭晓 但在明天答案揭晓之前 现在包括了地方 包括了中央 现在根本就是一个杠上的阶段 尤其卢炫瘾引人了几天之后 他今天终于说话 他跟大家讲说 我们公布瘦肉精之后 实案人员被苛责被打 我非常不以为然 他认为说以厂商利益为主 你不考虑人民的利益 我感到瞠目结舌 我今天当然是我验了非常多次 我觉得有问题 我才会提的出来 你现在拿这个 等于是站在厂商面来打压我 还叫厂商过来告我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如果知情不报 我不是赌值了吗 而现在打他打最凶的 就是王碧胜了 王碧胜这几天的发言 他前面跟大家讲说 我之前就跟台中讲说 你要检查 你检查出来 你要跟大家讲说 你的方法是什么 你不要这么急着想公布 你们大家去问问看 为什么台中要这么急着去公布呢 带一个风向之后 他昨天又在他的脸书上面 写了五点起来 第一点他认为是说 如果那一包肉 好 只有那一包肉 有验出的话 你们该怎么办 是不是要承认你的实验室 恐怕有问题呢 是被污染了呢 好 另外一个是 同一包肉验了22次 各种结果你差了十几倍啊 你最后再挑选几次出来 你觉得这个数值来公布 可信任吗 好 另外西部特罗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瘦肉精的部分 价格昂贵 养猪不符 成本效益嘛 另外台糖没有动机违法嘛 另外进口猪肉 逐批检验百分之百哦 没有验出 任何瘦肉精 没有混进口肉的问题 而现在除了 我刚刚提到的王碧胜之外 现在包括绿营 从部会首长 到这个地方的民意代表 都开始群起进攻 台中这个地方 王美花直接跟大家讲说 我们对台中食安 出的检验结果 感到非常遗憾啊 遗憾什么 答案都还没有出来 就是那一块肉嘛 现在已经都分割出来了 让中央也去检测 让台中也去检测 我们就看答案是怎么样嘛 那另外经济部 最关心台湾猪肉 产业不要受到影响 那包括我刚刚说 要叫台糖提告 就是蔡逸宇跟陈廷飞 他们认为说 你的声誉受影响 那你是不要对台中市府 来提告呢 那现在除了我刚刚讲的 中央跟这个地方民意代表之外 现在很多的协会 被人家说 你背后是谁 为什么要今天 突然这样出来讲话呢 包括了这个养猪协会 理事长潘连中啊 他说目前只有台中 那一块梅花肉片剪出 怀疑是不是受到实验室 遗弃污染呢 如果成为政治事件 会严重伤害台湾上千亿养猪产业 那另外养猪协会理事长 叫做林秋桂 他也说 假食安之民 行政治斗争之时 那你是不是应该赔偿 猪农损失并道歉呢 来知道 我刚刚提到了 现在对于卢萱过来讲 我下面的人 做的是对的事情啊 如果我都查出来 有问题了 我没跟大家讲 我赌值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 他们都查验了非常多了 包括地方跟中央 就是有些有减出 就有些是没减出的 现在中央是用所有的力量 这张地方的力量 这张协会的力量 来打卢秀燕吗 这是从实验风暴 变成政治事件的扩大版吗 我是觉得啦 王碧胜讲的没有错 就说台湾没有动机 违法自杂招牌 那同样的 你用同样的逻辑 去解释卢秀燕 他干嘛 这个皮在痒 还是想要做什么事情 要政治斗争 你看养秀协会这个理事说 假食安之民 行政治斗争之死 逗你干嘛 我是有人想要去养秀协会 当理事长 还是有人想要去台糖当总事 需要卢秀燕这样去官说吗 因为最关键是卢秀燕 他也不能再连任台中市长 他如果要选总统 也没那么齐啊 还有四年嘛 没有必要 现在卢秀燕 完全他当台中市长 他没有必要 现在去斗争台糖 或是斗争猪农嘛 有任何的动机吗 没有 那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从实验室的报告 长出来 就是我的确抽验到了 有瘦肉精 那我第一时间跟人民反应啊 那我如果跟人民反应 我猪肉还继续卖吗 当然是要先下架 有一些预防措施嘛 所以我百分之百支持 如秀燕这样的 这样的处理 应急是对的嘛 你有疑虑当然先下架 可是我觉得现在中央也太 防御的太深了啦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挡卢秀燕 在防卢秀燕啦 其实一开始出发点都是为 人民百姓好嘛 你如果真的一批有问题的 你现在不下架 那你到时候是不是又说 卢秀燕怎么不下架 是不是在捍卫猪龙利益啊 什么全部都反过来讲的嘛 那至于这一整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 各说各话的阶段 对 就现在在拼说 小年夜可不可以 这个由中央的实验室出来 检据报告 到底有没有含瘦肉精的成分 如果小年夜检释出来的结果 真的有这款瘦肉精的 相似的这样子的成分 出现在这款猪肉里面 那也没有实验室污染的问题啊 那你要怎么解释呢 对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 一有问题 数字上一呈现 有疑似的状况 人民第一的反应 但是希望你下架嘛 所以处置是没有错啦 也不要说什么政治斗争 人民的食安就放在这边 没有必要这个时候 再去打口水战 来 宾哥 你还记不记得一开始 台糖被问到这件事情 他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他说一定是这个切割场这边 被污染或怎么样 他们现在变得话讲得很大声 还有立委直接叫他们去告 你也看到包括王美花 包括王毕胜 我从来没看过中央这么有信心过 之前淡的那个事情 推推缩缩 畏畏缩缩 到现在都直接讲那么白了 都直接讲说台中那个恐怕有污染 恐怕会是怎么样 有政治斗争 他们的信心有到这么大吗 老实讲这个要说是台中 卫生局为了政治斗争 故意把它验出来 我觉得那你是觉得台中卫生局 看起来像一堆脑筋不清楚的人吗 拿这种事情做政治斗争 那是他自己该管的区域 没错 他拿这个东西做政治斗争 他是要把自己整个杂料 把他自己整个事业做堵住吗 我相信台中卫生局 一开始验出来 他自己都很震惊 为什么 因为大家注意到他验了六次 他为什么要验六次 就是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 会验出这种东西 因为西布特罗真的台湾没有什么人在用 这基本上是没有人在用 因为他又很贵 然后毒性又很强 这个东西台湾猪农一般没有人会再用 所以他们会验出来 他们一定很震惊 但问题是验出来就是验出来 那王必胜的说法我真的是听不懂 他说他早就劝台中卫生局不要那么快公布 那请问一下 不要那么快公布的意思 那如果说他后来确定真的是西布特罗的话 那这中间被人家吃掉了 造成的消费者的损失 是王必胜负的 王必胜要负这个责吗 还是王必胜以前你在卫武部 就是所有类似的事情 你全部都选择先掩盖 你政府机关你相关检验单位的人 本来我检验出来的时候 我就是公布啊 至于结果是什么 就是到底是怎么样污染的 怎么样出现的 这个不是他的权责 他只是负责检验 剩下你们自己要去查 所以我觉得王必胜 光是你讲这句话 你就已经失职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惯犯 每一次看到事情就想要掩盖 那王美花讲很好笑 他说检验结果感到非常遗憾 检验结果有什么好遗憾 请问一下证明检验结果就错了吗 没有证明错你在遗憾什么 遗憾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你好歹你也要等到小年夜 真正结果出来 如果证实是打脸台中卫生局了 是台中卫生局验错了 这个时候你在讲遗憾 还来得及 你现在就在讲遗憾 你是怎样未审先判 不然的话 还是你未卜先知 他们这一次的底气真的很足 是 是因为他们现在为什么感觉上好像症症有词 是因为其他批事都没有验出来 对 就只有那一包验出来 对 那这就奇怪所以我一直很难理解就是 因为那一块肉验出来的时候 它是非常均匀的0.002ppm 对 表示这只猪是从小吃西伯特罗长大 对 那即使在国外都很少有人用西伯特罗 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有人下毒还是怎么样 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听起来非常匪夷所思 对 因为它这么均匀应该是从小喂养 对 那从小喂养的猪肉 为什么会混到台糖和猪肉 是 第一个啦 台糖我必须要去质疑的就是 到现在中央没有告诉我 台糖你的猪肉全部都是你自己养的吗 因为很简单嘛 台糖你去算台糖养的猪就知道 他只养十几万头猪今年 你市场上这么大的量 请问一下都是你自己养的猪吗 你有没有用别人的猪 你用别人的猪是台湾自己的猪 还是国外进口的猪 是 请问一下台糖就这件事情有做任何回答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个很可怕的法宝 叫做什么 叫做实质转型 让我想到蛋的事情啊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他会不会把国外的猪肉拿来实质转型 然后变成台湾猪肉 变成台糖的猪肉把它削出去 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 因为台湾没有人在用这个东西 这个很可能是国外流进来的 当然这是要检验结果正确的话 所以我觉得现在第一个 就是检验最终结果没有出来 大家在那边乱猜一通 我觉得是非常不好 第二个 照理来说中央现在应该是要 赶快去查台糖各批市猪肉 到底是从哪里来 来源是什么 你这样才好去追查嘛 不然你一定要等到实验结果出来 你才要去追查嘛 那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 是不是有更多批车的东西 流到外面去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中央你不要这样子 就只是等着好像 想要做政治攻防 而完全不去做真正该努力的事情 你根本就是 弃台湾人健康于不顾 关于瘦肉侵这件事情 中央跟地方已经连杠了两到三天 今天卢学院他也说这种话了 我们这个所谓的检验人员 食安人员 我们是做对的事情 我们已经查这么多次了 你再指责我 如果我不跟大家讲 不就是赌职嘛 你怎么看 要公布雷厉风行 当然可以 可是如果是乌龙一场 要负责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没有看到 有谁在罵食安人员 也没看到有谁在打食安人员 他们都说是要告啦 包括蔡依宇跟陈丁飞都要告 这个不是去告食安检验人员 你告台中市政府 不就是告食安人员的意思了吗 不不不不 台中市政府是 它是指负责 要是把这件事情 写成新闻稿 大张旗鼓招告天下的这个 这个 食安人员是在实验室做检验的人 今天 并不是说 食安人员出来 要被台塘告几百万 人家来问的是 你台中市政府 进行这整个行政程序 是不是合法 不要忘了我们是法治国家 是 今天 检警调 为什么要有侦查不公开 你还没确定 查清楚案情之前 你不能随便说 人家就是杀人犯 对 西布特罗在猪肉里面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今天要不是台塘 搞不好这间公司已经倒了 要不是台塘这么加大业大 这间公司 被台中市政府弄了这几个 如果最后证实是乌龙一场 会不会公司已经倒了 我今天看到台中市政府最新的说明 其实我都有去看他们的说明 那一盒肉 有三个检体 检体一 一验出来 他们说数值很高 还有验到超过0.002ppm的 这是很高 验出来之后 他们再采了减体二 减体三 结果发现什么 减体二减体三里面 越验 数值越低 跟大家报告台中市政府说 这个减体一里面 他所验出来的数字 我这个科学问题数字不要讲错 减体一上机 他验出来是0.013到0.023ppm很高 对 可是到了减体二之后呢 就变成什么 0.001到0.004 差距23倍 到了减体三验到更少 最高只验到0.003而已 减体 统一盒肉减体一二三越验越少 你不觉得这个有点违反科学吗 你不觉得这个检验数值需要double check吗 就这么简单 今天实验室验出来说 病人苗波亚有癌症 可是这个检验数字怪怪的 不管啦 我先告诉苗波亚说你得癌症了 这样只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吗 所以 卢秀燕他想要守护食安 这个态度有错吗 没有错 守护食安绝对没有错 但是当你今天验出来 你上机减体三次 然后总共验了这么多次 数值最高可以差到23倍的时候 你在科学上来讲 这样的统计 你写成硕士论文会不会推荐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紧急立刻再找另外一个实验室 紧急再复验 小牛你怎么看 这个现在看起来 我同意跟阿苗说法 就是说巧新这边有讲到说就是22次 他们竟然抽22次 我觉得 现在只公布6次 那我认为剩下16次的这个结果 我认为都要一并公布 对 再的话就是今天 食药署他已经 就是去复验了 去台中市政府 明天答案就出来了 对那 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其实我也很纳闷 今天食药署自己也复验一次 台中市政府自己复验一次 但台中市政府有邀请食药署过来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食药署不邀请台中市政府的官员 也去他们食药署那边赴验 我觉得这就是双标啦 这就是双重标准的问题啦 再的话就是我觉得现在看到食药的问题 大家已经变成这个 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信的一个 就是大家已经陷入到这样子的状态了 所以未来再出现这种重大食药危机 会不会又是一样中央地方不同掉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被彻底的解决 应该是要想办法就是说 碰到这样子状况 比方说数值差异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要去送到所谓的第三方检验单位 自动送 而不是说请中央或请谁去送 我觉得就是要有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 才能够避免未来大家去讨论到这件事情 还是变成是各说各话的状态